我们现在演示一下3061芯片的拷贝过程 现在将原始芯片放入湿度器中 点击OK进行识别 再点击OK 开始对芯片进行解码 我们可以移走原车芯片 把芯片移走 别摸开 显示解码成功 我们将我们的新芯片放到线圈中 然后点击OK进行拷贝 好显示拷贝成功 我们插入点火开关 试图启动车辆 好启动 好大家看到 车辆现在正常启动 车辆进行 好